是,转人工好吧 多长时间了呀,你看一看 是有什么问题呢 转人工,投诉快递 投诉快递,投诉快递员 投诉快递员 请问您的快递单号是 5570-3237 你已经说了五遍了 五遍了,已经说了五遍了 五遍了,是,是,是 说了五遍了,是,是,是,说了五遍了 请问您的快递单号是 5570-3237 131-432 对吗,请回答对还是不对 是,是,是,对对对 您好,您的快递显示 请您转移中心,非发往 几名任程序二部,为了确保 快递的安全,请您用面单上 收件人,或者发件人的号码来电 请问您及时处理 感谢您的谅解,请问还有 什么可以帮您 转人工 好的,那您的问题我让同事帮您处理 请稍等 你好,我是快递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 呃,你那个刚才说一个17多的一个电话 这次你们转过去 这是哪哪个电话呀 好的,您是,麻烦您提供一下 您的一番号,您是,这方查评一下 就是我刚才来了个电话,你呃,那个给你们打了一个投诉电话 这个就是说很多很多单,不光是这一单 就是投诉这边已经这条片去了一个快递员 好的,那您,麻烦您说一下运单尾号女士,因为您来电的这个手机号码是没有绑定您的运单号的 没保定我电话,那那那你,那那那你查一下那个158 156257,或者是查1300,1787933 嗯 嗯 嗯,是手机号吗,您是 嗯,对,这两个手机号和我的,我们三个人的手机号 都那个,都我也是那这个,都是这件事加百字汇通,送,送货 嗯,这样,抱歉,您是,我们这方是手机号是查证不了的 必须要有运单号才可以的,您是 那随便跟你说运单号就是了 今年就是投诉的快递员啊 嗯,是的,就是,那麻烦您提供一下您的这个运单号可以吗,女士 因为只有运单号才可以,查证到您的物流星期才可以备注您的这个要求 我们才可以手机上去的,女士啊 那那那你记录,那你有没有记录就是,呃,刚才我,我在,呃,几分钟前就打过这个电话 嗯,您知道运单尾号吗,女士 运单,呃,运单,要,要后几位啊 嗯,后四位 后四位是1432 1432,好的,请稍等 1432,对吗 对 嗯,好的,请稍等 那您这是周见人是吗,女士 什么 嗯,请稍等 嗯,请稍等 您是周见人是吗,女士 嗯,嗯,好的 刚才就是说,我刚才给你们打了一个投诉电话,呃,就是你这个官网的95302是吧 嗯,打了,对,95302 嗯,对,320,嗯,嗯,当时她也记录了,也记录了,然后有一个17,嗯,17562753586的过来那个电话,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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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你们给她说的不清楚,说什么,说什么药费又什么什么的,嗯,你还,刚才我说的那话,你没给她,没给她讲清楚是吧 您是日方的话 好像那边声音有点差呀 就是好像信号不信号是吗 你是您那边 什么 您那边信号好像不是太好是吗 您可以听得清楚我说话吗 就是声音 我听你的声音很好呀 就是感觉好像声音 有噪音的那种感觉 您可以放一个地方吗 现在呢 这个地方都没人 怎么会有噪音呢 可能是信号的问题 您请说你是 现在行了吧 您请说 就是那个他说你没有说清楚 刚刚那个邀气多 因为现在你们都是说 给公司给社会一样的 进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 然后用一些莫名其妙的人 用一些就是说 碰词的那种非法分子 就是联合的就跟黑友一样的 去进行黑警式的服务 然后让我们觉得就是说 172的那个市里面公司的电话 加盟的 这个的话 就是说您刚才就是 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复 是吗 刚才投诉了 投诉了他说 您是您是投诉的就是说 投诉的业务员服务态度不好 是吗 不是服务态度不好 是自己的狗把派送员给咬了是吗 我投诉的是胖词 我投诉我的狗把他咬了 是吗 你拉偏价就不对了吧 你拉偏价就没得谈了 我告诉你 我发过万国邮照 是你们公司叫我发的 知道吧 怎么 因为你们公司并不想 在自己行业上进行自律性的管理 我国内就没有国人可管你们的 你们不进行行业资格 你就是意思就是想推着我 往万国邮照 这样说 我就应你的要求 知道吧 我发的 是你们让我说的 还有暗黑 那个力量让我说的 懂了吧 不是我想说的 我看到的现象 我是做一个消费者 看到经历的这些 对于那种行业上 包括我现在给你录的音 知道吧 我当妻子的时候 我当受害者 但我当你们的妻子 我也不能白当 你既然让我说 既然你自己管不了 那怎么操作 我得把原型 原贸做给全面的讲 讲述 懂了吧 这样一方面 到底为什么出现这些奇怪的事 那这方面的话 再给您核实一下 您的这个运单号 就是5570对吗 这是一单 现在还没收到 很多单 我投诉的时候是快递员 每次送我 来我们这 送样都这样的 起因是怎么回事 起因 就是有一天 这个快递 跟我爸 我爸买了 从网上买了一个 一个20多的卫生紙 他送来了 送来我妈妈接的 我妈妈接的 我妈问他还有吗 他不知晓 他不知晓 他就在我们家门口 来回来回来 装献 装献他的那个 就是派他的价 派他的价 派了老长时间 然后他说 哎呦狗咬 咬他了 他突然间说 狗咬他了 然后他说 就报警了 就把派手弄来了 我妈就到 到那里 还被警察 残患过去了 就是我说了 做这个事 你们公司 要有什么 出现什么意外 咱整整 我跟你的关系 现在就是 我是个消费者 你是过提供服务的 一个快递行业的 一个行业的 这行业的 百事回通行业 快递行业 你们公司 快递行业 快递员发生车祸了 还是到 到人家家 出现什么意外了 或者是 就是说 烫伤了 或者是狗咬了 或者还有什么意外了 出了这些意外 这些东西 这是你们公司 应该 这个意外点 应该 应该 应该与你们 干这一行的 它不免 就会遇到 家里有狗 养狗的户客 它可能是户门 狗是就开门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就是说 你到任何一个国家 人类物种 这个狗就开门的 它不免 会发生 就是有出现一些意外 出现一些意外呢 就是说 你们这种处理方式 报警 把我妈妈拘留 然后 然后 我们花钱 你们 你们没抽一分钱 这个意外钱 也没有 没谁 没有 你们付这个意外钱 我们家 不管 他弄 他 咬没咬 我爸爸 我爸也不在现场 就给他打针去了 花几百块钱 打了针 打了针之后 事后没有一次 对我们好气的 快递猛的一摔 猛的一放 放之后 一个人说 你轻点 我说轻点 他就说什么 你搬买呀 你别买呀 不是太重 不好的问题 是不叫买 不叫重 知道了吗 他碰词 就是这样 你好 请消费先生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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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女士,您好。 朋友,抱歉,让您久等了。 您看,我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处理。 他们处理的,核实了之后, 后人员一个回复,您还可以吗? 他刚才给我回复,来了一个邀请几个电话。 来了一个邀请几个电话, 他说话,他说你说,说不一要败又什么什么的, 你没有给他讲清楚,还是你能拉偏价呀? 你既然拉着偏价就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也不想管理,那我还是有什么好事的。 我事先先扫着你们,对吧? 咱们把这个理评清楚, 你们公司没有自律性,不能管理, 不能按行业,旅行行业,合法的行业, 那咱就广而告诉,对吧? 咱就分享出来,让人都看看, 看看就是说,使用你们快递都被抓到派所去了。 咱就让所有的消费者, 事先不能出现这个情况, 遇到你们快递都是你们在说, 挖个坑,那个套买你的东西, 有个挖坑陷害的一个窗口了。 咱就让造成恐怖了, 咱就让世界都得知道, 让消费者咱就弄里面的快递咱得知道, 会有什么后果, 把原貌, 把社会的原貌, 得让其他的消费者, 得交流出去, 得共享出去。 你好女士, 那您看这样, 您可以联系一下这个, 王典的这个工作人员, 给您处理一下, 您看可以吗? 我联系什么? 他连说, 他都那个王典让说的, 王典好呀, 您让你说吧, 王典都是让说的, 让我发的。 那您好女士,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我的诉求, 我不, 不刚才, 你们没有录音吗? 应该有录音吗? 我刚才说了, 一个是, 你别让他塞塞塞片了, 你会把他调走吧, 另一个诉求就是, 你或者是培训一下, 你让他, 你让他, 就是说, 举行一个快递员的使者,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这样, 不, 一站到, 就是说, 就是刚才, 你问他哪样不对? 你喊他来对视, 他都来对视, 你让他, 问问他, 他这样处理方式, 你医疗上的快递员, 你会怎么样? 我请为这位小姐, 你要是碰见, 在你家没口碰见上的, 当快递, 吃到鼻子上来, 在你家没口, 把你, 把你弄派锁去了, 你买个东西, 来一次, 你再买人, 再买人, 挖坑是, 再借酒, 咬不得了, 我, 你好, 女士, 啊, 您可以听我说吗? 你说, 那您看, 您的这个事情, 我会转交给我们的, 后台治理工作人员, 他们会核实了之后, 给您回电处理的, 您还可以吗? 刚才回电了, 是那边, 我们本地的一个邀器, 写了电话, 他说, 我说他没给你讲清楚吗? 那我就, 我就, 我就发了, 他说, 你发呀发呀, 他这样说, 你这个问题是出在你总部呢? 还是出在我们当地呢? 我怀疑是什么? 哎, 你等一下, 我怀疑, 他可能是, 色黑, 或者是, 色黑警, 一些就是说, 但是一些就是说, 其他的打击报复, 利用不干净的一些领域, 他, 到你们这个行业, 去, 去, 去针对那个消费者进行, 就挖坑, 涉井的陷害, 就是说, 买东西买出来, 就是入狱了, 陷害入狱了, 操吧, 到这种程度了, 就是这样的, 嗯, 你好, 你是, 所以, 那您的这个, 污染中心的话, 还, 没有收到是吗? 不光是这一单, 我说了好多次了, 我们买, 我们买, 买也不光是一单啊, 但是, 你不是公了, 公了个单号吗? 你没有死规则, 不是公了个单号, 来写一个问题吗? 我就给你一个最新的那个单号了, 好的, 您是, 那您看, 现在这话的话, 就把您家里出去一下, 要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进化, 随时给您回复, 回复处理, 您还可以吗? 我, 我的诉求就是, 呃, 不要参使, 不要参使这不干净的东西, 这样的, 知道吧? 你要是觉得, 就是说, 这风险, 咬人们一次了, 那是, 可能出了一个意外, 也可能是人为的, 它专门来陷害我的, 你这么处警, 呃, 报警, 把我妈妈拘留, 你这样的, 没有一个行业是这样做的, 当时我们说, 商量商量, 不需要报警把我妈妈弄走, 哦, 这是一种恐怖啊, 你是一种恐怖的机会啊, 我们是, 是我们咬的, 咬的是怎么的, 他连走都不走, 咬没咬过呢, 他不知道了, 他那个, 他那个上面是一个干吧, 那应该有, 连家园都不是, 而且他, 他今天, 今天又从那里过, 过的时候你知道吧, 大冬天的, 你知道, 你知道北方这个地方多多冷吗? 大冬天都擦棉帽, 他把这个裤子录上来, 装着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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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啊, 只有从我们那里放, 好的, 确实非常抱歉您是, 那你看这样, 这方的话, 把您的这个要求, 书手拿, 整交上去, 我们的这个工作员核实了之后, 给您回复处理的, 您看可以吗? 回复, 回复了我们当地的那个, 可能问题就是, 要不出来, 你准备要不出来, 我们当地, 我们当地就是说, 那个快递集团, 可能给那些不干净的人, 就是说, 打击报复的人, 有牵扯, 不会的你是, 不会, 不会的, 不会, 我们都是设像, 不会, 我都, 为了房子设, 我们, 就都留证据了, 我们有牵扣, 把他, 把当时他怎么, 怎么就是堵住门, 装些货了, 都路上了, 那您看这样, 现在我就是给您, 加急追追一下, 你看可以吗你是? 啊? 现在我就是给您, 加急追追一下, 让我们的这个, 工作人员和学后, 只是给您回电处理, 你看可以吗? 好的好的, 那非常感谢您的来电, 祝您生活愉快, 再见。